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次我们再说这件事 之前我们说过一件事 很详细地说了之前 我们在番号是203082a 就是港妈千里 澳洲小岛尋子 经见爱子跟随 一宗教组织后已变成 当地人真BC发现该组织看似神秘 看似公开却神秘 到今时今刻我也是怕别人会找我晦气 真心说 所以只能把外面都放在他 因为他的教堂 来 某个地方,来我家某个地方是近的 所以我不可以太说 我真的很害怕 那里也是很小的地方 上次港妈尋他儿子的地方 那里来我家某个地方很近 走路 我想五分钟也不需要 所以我不敢说解 但他的道场就不是 要到场便比较远要駕驰 所以我就比较害怕的 现在有教组 脱了教 出来爆料爆 当中的真相 我最记得 当时这位港妈 找他儿子 儿子很生气 为什么他来见他 令我被 师傅折秉 他儿子变成了别人 这样 现在的教派 澳洲政府没有说 他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的 到此时此刻 他仍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 原来有一位信众 叫蕭生 他叫蕭生 他开了名字 这个ABC有介绍 叫Richard Sill 不是Steven Sill 蕭生 他揭避 他接受我们公家媒体的访问 说他在他生命的前25年 他的衣服 都是被金刚嘟 即是教派金刚嘟 的袈裟所遮蓋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ABC 新西兰出生 他说 这个著名的佛教团体 我们这里很出名 好像公开但很神秘 我也说过 但是蕭生形容他 运作似一个 斜斜的派别 这个 组织对他的影响 不单止是他的穿着 他以前是穿袈裟 现在就穿变服 原来 他很特殊 从小没有接受过 正规教育 在成长过程当中 几乎没有接触过外界的社会 而是在 塔斯文尼亚首富 Hobart 侯伯特 霍巴特 这个组织 的领导人 的家 就是他 学习的地方 他就度过了 与世隔绝的青壮年 现在这位哥哥 他已经有少少 分享 有少少 拖顶 年纪也不是那么小 他就告诉 给ABC的专栏节目 听 就是 我觉得我生命中前25年 就是 被这个教派 夺走了 找都找不回来 因为没有了25年青春的意思 但是 好的一面就是我看清楚真相 向前看 这个 金德禅的 这个宗师 王 信德 就被他的信徒 称为 活佛 王笙的组织 总部 我们Hobar 但是 分支机构 是全世界都有的 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Richard 不好意思 他不是 他不是新西兰出生 但是是新西兰长大的 他在香港出生 因为他说的英文跟我们一样 但是 他的阿嬷 和众位师傅在新西兰的 金德禅子 是将他抚养长大的 也就是 他的阿嬷很信 Richard就说 一般来说 他以前生活 就是 早上很早起床 做一些 是佛教仪式 然后是 习母 有点像那些 南北少林子 然后基本上就是学习 或者是召搬大师的教诲 Richard就说他三岁左右 就没有 接受过 正规的教育 新西兰教育 北部主任 当然 记者说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问新西兰的官方 他们教育部是证实了 证实了 就是向 澳洲的国家电视台证实了 原来 教育部找不到 Richard 在当地学校就读 或者注册的 教育 家庭教育的任何 其实这样是犯法的 如果你不准了 小伙子读书 是犯法的 这位新西兰的 报长 他就说 从法律上来说 新西兰所有六岁以上的儿童 都必须 注册入学 现在Richard三十多岁 他就说 自己 和世界隔绝了 二十多年 他就说 原来 他就 之前求 师傅给他去超市买东西 同时 在 另外一封邮件当中 他因为反复 另外一封邮件 就是回答记者问的时候 就说 他因为反复看YouTube上 和组织 相关的 视频 以提高了浏览量 受到表扬 当然这些视频是好的 Richard就说 当你 开始关注外面世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教派 很不对劲 在组织里面 你不可以 对这个 活佛有任何的 质疑 不然你就麻烦了 二十多岁时 Richard就 搬到Holberg 从新西兰搬到塔斯曼尼亚 帮助金得禅举办一场大型活动 并且为这个组织 价值4000万澳币的 资产组合 相关的 物业进行维护 应该都有了 因为现在 他早卖的 塔斯曼尼亚的 Holberg Holberg 就是他的首富 之前的很便宜 但是 后来很多移民 就成为了澳洲 升值最快的地方 现在叠近一点 Richard 他就是住在 王先生 这位所谓活佛 拥有的一处物业 里面 他说自己大部份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 除了宗教经文和收音机之外 没有手机 也没有其他娱乐设施 他就说 那些师傅定期会来到访 检查他们有没有住在那里 并且收集他们手写的感想 和对领袖的请求 他就说 作为修行的部份 他的饮食也是受到限制 所以这位Richard看上来 挺清减的样子 Richard就说 师傅就说 作为修行的部份 你只能吃面包 而那时 我几个月来 全部吃的食物都是面包 当然 Richard就这么 那么硬 但师傅就好像很圆润 不知为什么 这些营养均衡 Richard 师傅就说 这是你训练的部份 因为 因为在古代时候 佛祖的生活很简单 亦很刻苦 Richard 感到 很不开心 无聊 和孤独 他想走 虽然没有物质上的障碍 令到他离开这个团队 物质对于他来说不是 但是没有教育 亦在社会上不认识其他人 又没有钱 那究竟如何离开呢 只要困住自己 他就说 从技术层面上你是可以离开的 但是 你就很担心 那我以后怎么跟世界 接触呢 我都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需要人帮他 是的 Richard 亦是 第二位公开 指责这个组织 的人士 今年的时候 我们都说过 就是 香港 一位 港妈 Camille 亦是亲身来澳洲 他就跟他 一位成年的儿子 Philip 因为他搬到Hobart 就是住入了 寺廟后 他就觉得 咦 为什么师父对他私家这么多限制 自己好像没有了儿子 原来 说回儿子 Philip 就鼓励 他的母亲 在 他访问Hobart 去见 王先生 但是 见王先生 为什么要见王先生 因为 是他要得到这位 活佛的同意才可以见他的儿子 Camille当时就说 他一直说 他们那些师父 不让他走出这座寺庙的建筑 因为外面的世界 没有得到师父的保佑 那么 Philip 和 这位师父 都否认这些限制 更加 连他的儿子指责他的妈 是我妈不好 他胡说 他说话粗魯 另外一位 金嘚禅的追随者 亦在报道之后 就指责 最搞笑的 他这次不是指责Camille 指责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是这样去 说我们 你这么不对 几十年以来 一直信金嘚禅的Camille 其实亦是咨询了 一个专系 调查 这些古古怪怪宗教协会 主席 叫Tor 就告诉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其实这个组织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 一种 类似于 这些 邪气 教派的一个相似之处 他说 那些人经常说很爱你 亦是 想 那些信众成为那位 所谓的师傅 围绕着他 那个师傅 就是宇宙中心 然后在一段时间 他们自己的自主权 就是那些信众 自主权就被剥削 以至于他们完全依赖于这个团体 和领导人的所谓教诲 Richard 后来真是受不了 希望 那个Philip 那个 香港港妈的儿子 都快点醒悟 说真的 回头事案 回头事案 可以 真的可以 你 喂 你连家里也没有了 不过他妈现在很后悔 因为他妈叫他修行 来我们塔斯曼尼亚 其实我也是 觉得这些人说 因为我们本来的环境 就是比较艰苦的 真心光有冰 又没有什么娱乐 又是 我是这样看的 我也很佩服我儿子小时候 什么都很开心 可能生活很简单 小时候 小时候 比较容易开心 没错 可以开心 现在叫他回去 玩玩也行 见一下亲戚也行 现在这里 一见过了这个花花世界 他说 多次多重 对 他说他喜欢这里 暖一点 我们那里 很冷 Richard 最终就决定 体验一下 甘德鲜之外的生活 幸好他体验了 他意识到 从Hober的交据 Nittisfan 的住所 步行 就可以到达一个图书馆 于是 他从 后窗 离开了住所 为了避开主干岛 什么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走 可能他 他觉得 离开 离开那里更好 因为那里其实很难走 我是佩服他 如果要走 没有两个小时 走不了 导书馆 是否 沿途可以叫 顺风车 有没有 没有 一条桥都不让人走 不不可能 转转河来走 那个地方 小弟以前是撕生蠔的 他说那里 意识到从Hober郊区 Nitisvan的住所步行 是可以到达一个图书馆 之后他就走了 为了避开主干岛 他一路穿越 这个对了 穿越灌木 从 到达图书馆 一到那里 使用电脑 并且和其他图书馆的人交流 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是因为 他下定决心 即使走得辛苦 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 他想着让自己适应这个社会 不过他说 初初很可怕的 当你回复到真实当中 不知道有没有人 在门口看着你 所以你一定 迅速地走 他 闪闪多多避开了那些所谓师傅 去到图书馆 每日 必收货 为了避开避发现 他就告诉那些师傅 我 不去冥想 没有到处去 2014年 7月 Richard 做了一件大事 就是 报警 是 是怎样呢 他就被警方发了一封email 就说这封email 是为了寻求帮助 令我 你可以这么说 他就说 我想离开一个 至少就是 围住我的宗教组织 围住 就是禁固着他 我相信 哇 他写得很严重 我不被允许离开住处 其实技术上是可以的 但是他那些所谓师傅就被取了压力 你为什么要出去 你是不是想怎么样 因为之前 那个Philip 就是那个港妈的儿子 他说那些人 不准不喜欢我这样的 还有 那些所谓师傅对港妈很没礼貌 当然你可以说港妈 一片面支持 但是我是相信过妈的 我是相信过妈的 原来他就说 不准离开 亦不可以跟外面的人联络 跟之前的Philip和他妈一样 老母也不准见 有人随时来抽检 确保你不可以离开那里 那当然 非法禁锢 他还没没收 或者 偷了我的身份证明 他就不敢 其实他不是用一些实质的东西 给压力 他给了这种宗教上的压力 你这样离开了师傅 你就会很麻烦 在宗教上的压力 他这个是 没有拿你的身份证 其实技术上你可以随时走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告不插入他 就是有这种 那就确保我们哪里都去到 什么都不敢做 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警方就在Rosinney Park 的library看到Richard 其实来他住那里都很远 为什么这么远他都敢去 不知怎样去 夏定先生一定要逃离 金刀禅 因为正常人 没人想到走到那里 我觉得很有勇气 他生活的空间 资讯 可能有些偏差 但是他都下定决心去做 因为如果在 市区 好像这一部分 很远 正常人好像你这样 这么远不行 什么什么 但他就 不是这样 跟正常的 有点不一样 两个小时 开车就不用了 开车就不用了 要走过客户 下面的桥子很麻烦 以及Rosinney Park以前 台湾地区 有去拍过的 看极光那里都可以 如果大家去塔鲜曼尼奥 首府可以去那里看极光 又问我去哪里看 Rosinney Park可以去的 就见了Richard 原来 他 初初不想接受警方调查的 害怕出事 只是 希望得到支持 警方支持他离开 他就向邻居求助 邻居也挺好 借了一些钱给他 并且把车 把他送到 New Norfolk 的临时住处 为什么呢 因为来Holberg 有一个多久 一个小时远 差不多一个小时 当然这个叫做 宗教中心的人 他就是 其实是这种封闭式的社区 令到那些领导人 经常告诉那些追随者 我开队大门给你 因为他们担心法律责任 其实这件事他们很聪明 我队门是开的 所以你说什么 他真的这么说 技术上是可以的 他真的是这样 我队门是开的 你们可以随时走 但是 真的做到这点很难 到时他又用 这个宗教家所 就是这样 你之后 你就有恶运 你得不到 师傅的庇佑 离开了这里 你就麻烦了 他就说 其实 要告他们很难 因为他们对门 真的开着 而你想离开 离开时会带着 是恥 和指责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 你就 不愿意离开 离开 你是其中 一份子的组织 尤其是当你想离开时 就不会和 组织的人再接触 以后 你可能连组织里面 本来对你很好的人 以后都不敢 跟你 其实 他组织还有一些 是挺善意的 可能大家 一起做教组 大家可能 很好 人家就会歧视你 因为阿哥的圈子 挺小的 就是那些人 如果对你友善的人 都和你割席 你也挺孤立 是的 而且他没有接触过外面世界 二十多年没有接触过 也挺惨的 这位 宗教中心主任 匯避那些邪恶教派 当中 很多人 都很常见 这些组织 和信徒 其实 他们就阻止现在的信徒 和前信徒 或者背弃他们 教派的人联络 因为 就觉得 好像Richard这些 就担心 会带坏那些信徒 会走 那个 因为他肚崩瓦解 Richard 在离开时都担心 他就说 每晚很恐怖 他记得 睡觉的时候还想 哎呀 我究竟在做什么 我能不能走 我在这里 这样的环境二十五年了 我没有了师傅 可以吗 现在 如果我走出去 我环境完全不同了 其实呢 你出去出去 他就说 因为二十五年都在那里 那个宗教组织里面 长大 成长 基本上 已经和所有他认识的人 断绝了来往 现在开始 每个人都是 他以前不懂的人 新生活 Richard 在另外一间图书馆找到了新的生活基础 找到了他的新家庭 有人就愿意 就像那些 Humstay 和他一起 在New Norfolk的图书馆打发时间时 Richard 就向一名 义工求助 希望能够帮他写下简历 但他的简历 你也知道二十五年 在教育里面 这名义工就问 你 有什么教育 和工作经验 他说没有 没有 是的 后来 他又幸好这名义工 在我们当地少有名气 就是这个Michelle Browning 他是我们当地一位知名的女企业家 亦深受人喜爱 但他 Richard就很伤心 因为今年年头时他走了 不过很多谢他帮他走出这段 这段这么惨的日子 Michelle意识到 Richard在那里的生活就要结束 于是 邀请 你不如跟我们住吧 不要紧的 因为他 家里也是 比较富裕 又觉得这个年轻人好像很惨 人生二十多年都没有了 他的 老公叫Tony 是我们当地澳式足球的 一位澳式橄榄球 或者是运动员 他亦做了小手术要康复 Michelle 就是帮忙照顾老人家 他说 很高兴 可以照顾他们两个 当然 这两个老人家亦都说他很值得信赖 是个很好的年轻人 所以 幸好他有一件事 算是幸好 因为他懂英文 你最怕有新移民不懂 你更难走 是吧 你想想 其实他等于这些话题 他说的英文跟我们差不多 他 就说我完全相信Michelle 如果不是他们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亦都说 其实 之前你什么都没穿过 不是吧 因为他们穿着那些 是不是恨人的 布鞋 不知道 他们亦都是 帮助Richard 改变他的生活 Tony和Michelle 帮Richard找到一份工作 并且 帮他进入我们的技术学院 就是我经常提到的TAFE 之后就进入我们的UTES 塔斯文尼亚大学学习 而且 一毫子的租都没有收到他 挺好心 和他生活了三年多 亦都是 亦都是叫他 大流行 记得接种 教识他日常的生活 你想想他 他那么大年纪学习一单车很难 亦都是教他习一单车 因为他以前是行路和修行 Richard说 25年 几乎我每天都 和世间隔绝 我很感谢这对夫妇教我怎样社交 当然Richard 现在就 叫Tony是他爸爸妈妈 当然Tony也说 他是我们家里的份子 他会参加所有活动 类似的 这些活动也有去 我们就是他家人 就这么简单 Richard现在忙着 适应他的新生活 他现在是全时间工作 利用周末时间 到丛林当中 走走 亦都是攀下癌 有机会去旅行 要是 现在也学摄影 亦都 原来现在还有 伙伴 亦都有同商人 其实挺难 难听说 他过去的光阴 很少见人 现在还是见伙伴 建一间新屋 准备一起住 亦都在当地参加了消防队的 志愿工 Richard说大多数人都知道 佛教其实 是 教人 仁慈忍耐和慈悲 没错 他就觉得 从小应该是这样想的 但是很讽刺 这个教派 是困了我25年 令我没有了25年的降音 其实 他说现在 享受翻新的人生 当然 记者当然有问 金嘟禅和 王生的活佛 没有人理 他不管了 这位哥哥 懂不懂那位港妈的儿子 他没有说 可能不懂 因为他脱离了一段时间 他脱离了一段时间 这位港妈的儿子 可能认识也不奇怪 但是 可能就是 大家这么说 这个教派 我都说过 因为他们很奇怪 在 Colin Street 说出来 不要紧 只是那条街 在那里 其实 他有很大的 彩画 但是 我都说过 不如有空 拜拜 但是不知道他们的庙子在哪里 原来后来说 不开放给你普通人 不开放给你普通人 除非你进入他们的 夹架 可能才可以 我知道就是这样 可能我错了 因为我是知道哪里 而且是一个很醒目的位置 那里 如果你在 Hobart市区 是大家都应该经过的 只要你去过塔斯曼尼亚 首府的市区一定会经过 因为很近一个巴士中站 怪不得你说既公开又神秘 是的 这件事是挺个人的事 我蹲了这么多年 都是这样 都是 都是 没看过 但是没有人 是的 没错 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